所以我在下方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運用一樣是尤加利果 然後來把它 雖然我們剛剛談到一種 含蓄婉約的一種美 可是如果說好像完全看不到也不好 所以各位阿華菩薩現在可以看到 當我把這個尤加利果加上去之後 那個拖鞋籃就好像 就會被強調出來了 好那我在這個另外的這一個花器上面 我也是一樣在用一些藤 這樣子來做一點點的造型 所以有時候這個藤 如果您擦過花之後 您不要把它丟掉 你可以重複的去使用它 然後放在你的作品裡面 雖然說有時候你也是用件衫去擦它 可是當你再加了一個這樣的藤 的一個運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它還是很特別的 好那因為我手上還有一點點的 這個尤加利果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做一點點的變化 好那因為我希望跟那邊有一點呼應感 所以我就把這個尤加利果 這邊讓它有一點點這樣的一個高度 這樣的高度 讓它同時在這個過程中 也能夠把這個作品跟這個藤之間 做一個互相的一個襯托的感覺 好我再把它降低一點點 好我們把它剪開來 因為這個汁是非常的粗汁的 好然後我們把它這樣子 好 好然後這樣把它擦坐 OK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點點這樣的一個高度 那這樣子兩邊有一點互相的一種協調 好那我把剩的這些尤加利果 再把它剪斷 然後也用在這個下段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一件蠻有齊趣的一個作品 所以我們把它定名叫別有洞天 其實在我們平常藝術創作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說 藝術家好像對於衣食的所需 似乎比一般人低 像我常常認識有一些藝術工作者 那他們都對金錢的追求都是特別的低的 那事實上有些外人看起來會覺得說 他們好像過得很窮很窮苦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 這些藝術創作本身 就讓他們已經覺得非常的快樂了 所以他們不一定需要外在的這些物質 來影響它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邊也加了一些尤加利果 我把這個再減少一點點 放到下段來 所以我們說其實 胸中自有秋貨 內心有這些藝術的滋潤 就已經覺得非常的愉快了 愉悅了 我把這個再剪掉一點點 讓它更少一些些 我們前段幾乎沒有差什麼花 剛好有兩顆這樣很可愛的小番茄 其實在這個時候 您覺得你有什麼花財 你要怎麼去應用它 都是可以隨心所欲去應用的 剛好有兩顆這樣小番茄 我們放放看 看這個小番茄 因為這個作品 事實上是有一點點心象 又一點點造型 就是用造型的手法 來擦心象的作品 好 我們加一個這樣的果實 好 一顆小小的番茄 好 我們再一顆的這樣的番茄 小番茄 好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這件作品 好 那我們在旁邊呢 可以放一個小配件 像各位阿華菩薩 現在可以看到 我放了一個 好像是小桌子 好像可以在上面喝茶 這樣的一個感覺 古人常常講呢 他說呢 華夏千間夜沃七次 那良田萬情 那日中也是吃三餐的飯 那所以呢 我們常常在追求很多物質生活的同時呢 我們其實會發覺呢 不管是藝術的創作 那尤其特別是佛法的滋潤 因為多了佛法這一扇門打開了 我們就覺得我們人生就開了另外一扇窗 就會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 那就像星雲大師的詩裡面告訴我們 因為慈悲歡喜清涼 那就圓滿了這一身的所有的芬芳跟美麗 中一扇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这件作品 各位爱华的菩萨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石头的花器 这个石头的花器 它上面有各种的纹路跟斑斓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 桃有桃的美 但是石器也有它很自然 形成的一种美感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 可以欣赏一下这对花器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花器 我们继续前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运用藤跟果汁 因为我们刚刚也介绍到 有时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作煞 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运用 这些藤的功能 比如说我把这些藤 做一个这样的固定 好 我们试试看 我们看看由上往下 或者由下往上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运用跟变化 好 比如说我把这个藤 缠绕到作品里面 好 我们试试看 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效果跟感觉 然后我们把这边也做一下下 好 所以我们会发觉这个藤 缠到上去以后跟这个花器又可以构成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作品呢 我们要用的这个果实呢 我们称为石斑木 石斑木 那这个石斑木呢 一般很多插花的人也比较少机会看到 好 因为呢这个花材的 就是说不是在花市上可以常常买到的 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些花材都在夏天的时候有 好 然后呢刚好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刚好又在放暑假 所以就没有办法插大 好 那我让它还是有一点点互相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花材之间呢 我们试试看 本来想让它两者结合为一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好 这样子 好 让两个这样子 有点交错在一起的感觉 好 好像呢 我加一支铁丝来帮它做一点点小小的固定呢 会比较稳一点点 好 然后我把它固定一下 因为呢 其实有时候在这个插座的时候呢 我很希望跟各位阿花菩萨分享的 其实看我们节目的人呢 不一定都是学插花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接到 有些阿花菩萨的电话呢 我发觉他们都是没有学插花的 可是他们很喜欢这种自然的一个手法 好 那我们现在把两个作品这样子有一点点 直立跟瓶出两个的结合在一起 好 那因为有一些这样的果实 所以我在这个瓶口呢 我们用一些果实来做 夏天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 那在任何一个季节呢 都有它很美的一种 就是可以欣赏的 不管是花草植物 或者风霜雨雪 都有它很美的一个部分 像最近夏天 虽然我们不用到淡水去 结果发觉呢 在黄昏的时候呢 我们要开车进入山间呢 就发觉那个太阳呢 真是漂亮 那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能看到 这么美的红 红艳的太阳 所以呢 在那个季节 虽然夏天很热 可是回山的时候呢 就会发觉哇 那个太阳真的是好美 要即将要下山的时候 好 那我又用了一些呢 这些果实呢 把它呢 加在这个上面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些果实 加上去的感觉 然后 是不是也是很有奇趣 好 那我手上 还有一颗这样的黄虾蜜 黄虾蜜 好 我把它剪下来 我把这一只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然后让叶子再少一些些 因为这个花材呢 它也是需要很多的蓄水量 好 那我在这个作品上 我看哪个角度 可以插一个这个黄虾蜜 这个也是很好的庭园的植栽 庭园的花材 好 我们加一点点的黄虾蜜上去 好 让作品有一点点的色彩 有一点点的色彩 好 这样的感觉 好 那我们 非常的 简单的把这个作品呢 我把它完成了 我稍微把它移一下下 这个感觉 好 那 我们就有今天这个别有洞天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田 那每个人也有每个人 非常愉悦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尽情的 能够让自己在善法的 正法的一个思想里面 就像星云大师在这个生命的春天里面 告诉我们 他说呢 因为佛法之光之论我 让我慈悲 欢喜 清凉 所以我想 我们藉由今天的别有洞天 也期待各位都能够找到自己生命的一个空间 跟思维的一个空间 那怨慈相华 天满慈芳 供养三宝 护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志 阿弥陀佛 良人做好 良人做好 吉賦 许智 euch 不愉快 搞 教环 友 你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布施、超度、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属房医师苏伟如 武汉肺炎非常时期 降低及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 有助防疫 避免参加人数多、近距离、长时间的大型活动 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 如果参加活动 提醒您 一、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公尺距离 二、随时保持手部卫生 三、选择以空气流动的场地为主 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 因应活动办理 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 例如场地设施消毒 掌握人员健康状况 被躲防疫用品等等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最后提醒 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 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 降低被感染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